好,大家好,很高興就是這一次剛好有接到這個MetaQuiz 這是第二代的 剛好現在大家來講VIR等等的東西 剛好又接到這一套東西 所以呢,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看裡面到底有哪些設備,哪些配備 然後呢,如果在促成的下午 大家也可以參考想一想,可以怎麼應用 那你就一起來看吧 好,那我們首先打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有兩隻握把 然後呢,還有它的VR的設備在裡面 好,其實東西非常簡單 然後另外後面呢,還有一個是 就假設我們今天要佩戴眼鏡的時候 它可以讓我們去,就是 加寬這邊的距離 這樣我們眼鏡佩戴起來會比較舒服 的一個東西 其他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元件 然後這裡有一個就是,減壓條 好,它旁邊這邊是泡棉的 旁邊這邊是泡棉的 那如果今天,就是泡棉損壞 或是今天怕流汗等等的話 那我們可以裝那個減壓條 它是一個矽膠的材質 那會比較舒服一點 OK 然後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先充電 它才有辦法去做開機的動作 OK 那所以裡面大概就,就這些東西 好,我們等一下就進到 開機它的介面內容 好,那如果我們把東西打開之後 它其實呢,就只有三個 三個部分 一個是它主要的 我們要佩戴的一個VR設備 那VR設備裡面呢 它前面有幾個鏡頭 它可以去幫你去 感測外在的環境 然後還有呢 它可以幫你用紅外線的方式 拍到外面的環境 所以其實我們佩戴的時候 它有一個模式是 可以讓我們去看到外面的物件 好 那這個東西大家可以用 就是 等一下我們操作 讓我會暫時給各位看 好 那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就是 它有一個可以加裝眼鏡 所使用的那個 安裝的那個 那個 有一條塑膠條 它要解釋 放在這邊 那因為我本身有佩戴眼鏡 所以我就會把它加裝上去 那 因為呢 它裡面不能調度數 就是說 你有戴眼鏡 你還是要戴上去 然後這樣戴著看 好 所以 因為 要嘛是 我們今天要配戴我們的隱形眼鏡 要不然就是 那 你的眼鏡的尺寸也不可以太大 如果太大的話 那你放 塞不進去就不能用了 OK 那我再把物件裝回去 好 裝回來之後呢 呃 第一次的話 我們就從旁邊去做開機 然後這裡呢 有兩個孔 這裡有兩個孔 一個孔呢 是 那個 Type-C的充電 然後一個孔是耳機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一個環境 它是 就是 不太 方便 讓聲音直接播放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使用耳機來聽 它的臨場感效果會更好 好 OK 那 這裡呢 這裡就是它的兩個鏡片 那鏡片中間我們可以去調整它的間距 可以調整間距 但是 嗯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我自己覺得還OK 就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幫助 至少對我在使用上的感覺 沒有特別幫助 好 然後另外中間會有一個 感測器 就是 如果我今天 手去擋住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我們頭啊 如果裝上去的時候 它會自己把螢幕開啟 好 看喔 現在移過去 移過去 你會發現它裡面螢幕是亮起來的 移開它又按掉 OK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它兩隻手把 兩隻手把 那佩戴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樣子拿著 然後食指這邊也有板機鍵 這裡有 這個 然後它裡面是裝電池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拆下來 然後去做更換電池的動作 這邊 往下推就可以去更換電池 那就我目前使用的經驗是它 它基本上還滿省電的 它不會因為我們常常操作 就會需要 立即性的更換電池 至少到目前我使用 很小 我使用了兩個月了 它目前電還是寫了百分之百 這是滿的 所以是OK的 然後呢 這上面它另外還有搖桿 兩隻上面都有搖桿 然後還有確認鍵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這樣子拿著 然後去使用 那另外呢 放的時候我們就是這邊這樣朝下這樣放的 放在桌面上就可以了 OK 好 那所以呢 我現在會先就是佩戴起來 好 然後 呃 後面的那個電視呢 它本身 會有點小反光 OK 好 後面電視呢 會有點反光 但是 呃 我只是要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東西 它其實可以通過 通過Compcast 把影像投影到上面 所以今天如果 呃 學校裡面 我們今天要展示 VR相關的東西 VR相關 要給其他人看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用Compcast 這些投影上去 好 這個部分我先展示給各位看 那 其他的一些操作界面的部分呢 這個裡面它有一個 錄影的效果 就是它可以錄整個畫面 好 呃 有一個 有一個畫面是沒有辦法錄的 那我等一下我會介紹 但 它可以幫我們錄整個畫面 然後 呃 在其他的功能 還有操作設定的部分 我就會用 它裡面直接錄影的方式去跟大家做說明 你看 好 我們就戴上來了 好 那眼鏡呢 像我的話我會需要先把眼鏡裝上去 好 那 那我們現在先 看一下 好 好 好 那現在這個是我們的使用介面 好 然後 嗯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我的手 好 就是它會在 我們的畫面裡面 呈現一個虛擬的影像 然後是這個手的畫面 好 它會在畫面裡面呈現一個虛擬的手 所以呢 像我現在放 手放掉 我手在這邊 但是它這邊還是會出現一個手 OK 好 然後呢 呃 目前是我已經設定好的畫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氣質畫面 就是 這個軟體它剛開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介紹的 介面 那 那 我先講一下就是如何做投影螢幕的部分 那 首先我們進來的畫面會 下面會有一個 類似我們的 那個 功能列的 就跟我們電腦一樣 然後呢 進來之後 有一個相機 相機 這是左上方的一個投放 好 投放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把我的錄影先停掉了 那 總之投放點進去之後 你只要跟你的 Chroncast 是在同一個網路下 它就會 自動去搜尋到 你那個 Chroncast的物件 所以你到時候只要點了 就OK了 好 那 軟體呢 你要關閉的話 就是按XX 要不然就是縮小 好 那就先把它縮小 那其他呢 呃 使用Meta 它基本上是跟我們的Facebook做連動的 然後它會有一些像 守護神 就是會幫你定出說 你的環境是在哪裡 那 要嘛你是在一個空間 它會幫你做360度的掃描 好 要不然呢 就是清理在原地 然後它會幫你畫出一個圈圈 所以你只要超過那個圈圈之後呢 你的畫面就會變成黑色了 OK 好 好 那另外像我現在正在 就是 我其實現在是可以看到外在的環境 好 像這邊 有其他的遙控器啊等等 那 這是用這個穿透的功能 它 它 就 一個環境 空間 好那現在這個環境空間 應該是你們看得到的 所以像那邊有一個鏡子 好 然後這會有一個假的手 假的手 在這邊操控 然後 我 是 對 好 我現在 設定 好 那 我現在說我會設定出盤透 因為 這樣子我才可以確認我旁邊的環境 會不會 有危險 那當然 當然 如果今天 大家希望有 更舒服的使用體驗的話 那我們是可以把這個判透關掉 好 然後你就可以實際上去控制 好 那今天要調整物件的話 我們就是用我們的食指 食指去按住 就可以去選擇物件 好 像我現在可以把這個畫面移來移去 OK 那我知道就是從另外這個 這個畫面我們是看不到的 好 那我趕快把一些就是 外在環境可能會需要看到的東西 然後介紹一下 那 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是 我們對於VR的設備 或許都有想到就是 好 我們一定要拿這個東西 當然其實也不一定 像現在 它其實可以透過我們的手 去偵測我們手的位置 然後讓我們可以直接透過手去做選擇 包含輸入東西 這都OK 所以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像進來 設定這邊 進到設定 你會看到我現在手一直在用捏的一個動作 總之捏住就是一個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單純用這樣拖拉 然後點一下 它就會開啟 那它基本上是追蹤我們食指大拇指的位置 然後還有對準眼睛的方向 所以像這邊也可以做的手是追蹤 好 那去感測我們而已 只要大家開啟這個東西之後 就可以用雙手 直接去偵測去控制東西 好 那像現在看到左邊那個點 其實是我左手 右邊那個點其實是我左手 所以它是追蹤手 然後還有眼睛 好 這樣連成一條線去刷那個點 好 OK 那這個是我們在這個使用上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實際外在 可能跟這些物件會有關聯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今天拿起這個搖桿 拿起這個搖桿之後 那就是 就還是一樣 好 它會馬上直接轉換成搖桿為先的一個操作 方式和內容 OK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些裡面它其他的操控 好 那我們剛剛介紹完就是它的 手勢的控制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幾個介面 那總之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手上還是會拿這兩個字 那 我們今天呢 這個欄位如果要讓它移動 改變位置的話 我們就只要 讓我們的 那個準心對著下面白色那一款 其實跟我們在使用一些手機APP 其實還蠻類似的 然後呢 就這樣說啦 就可以了 那裡面呢它會有一些探索的東西 好 這個探索不是瀏覽器 喔 瀏覽器還有別的APP 好 然後這是商店 商店裡面可以去下載或購買 一些付費有 付費的 軟體 好 但 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比較多的 還是以遊玩的為主 好 所以它一開始裡面就是一些遊玩的程式 啊 然後我自己有試過這些是免費試用的 免費試用的 呃 多數 都只是試用而已 好 包含免費的東西 好 它基本上 我們可以自己訂一下免費 好 進去之後呢 看到這些軟體 那其實呢 嗯 都只是試玩而已 上次我已經玩過了 呃 試玩還不錯 但是 嗯 要進入其他的內容叫付費 然後價格其實 還算 有一定價格 好 那另外呢 應用程式這邊頂開來 好 就會是一些其他的 我們一般來說可以使用的 好 反正我們今天要 跟人家聊天 好 或者是一些 呃 VR的社交軟體 那 我必須說我自己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沒有辦法 很習慣 或是理解 使用VR的社交 好 但是 如果是像這種 運動類型的遊戲 的軟體的話 我覺得 還不錯 還不錯 它其實給我們在 使用時候的那個長感 好 包含那個感覺 會蠻明顯的 好 還蠻不錯的 OK 就是像這個 好 你會真的要去 初選去達到 它其實感覺不會不錯 好 好 那 選擇上就開始打架 那 等一下會介紹這個 Virtual desktop 好 這個 這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東西 可是它是要跟電腦做連動的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在VR的軟體裡面 然後就噴到你的電腦螢幕上面所有的東西 好 還蠻有趣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YouTube VR這種 這個一般來說還蠻常用的東西 然後Netflix Netflix我覺得是一個蠻雞肋的 蠻肉的一個軟體 它會這麼講的原因是因為它其實 它就提供一個 它會提供一個背景環境 然後前面就是一個電視螢幕 然後當然就是等於是用一個很大的畫面去看的 這個東西 可是 可是效果沒有比較好 好 它也不是4K的 所以我覺得 嗯 好吧 就這樣 好 那其他的話 一些它內建的東西其實就蠻不錯的 好 然後 Burface Sketch 這個 這個 我覺得它現在的 上面的3D的 好 如果今天說藝術 藝術上做的話我覺得是不錯 好 但因為像我 我本身是教生活科技的 好 我教工程 工程制圖的 我會要求所有的圖像會是要精準性的 所以我 正確 照我自己在繪圖的話 我就補色在各種軟體上面去畫 好 因為 畫在上面的東西 就是不多確 好 好 那等一下也會介紹就是 分享那 假設我今天要把東西填上來 好 那要怎麼處理 好 其他還有娛樂啊 新鎮的東西 好 這個 這就是 就這樣 其實還好 沒有什麼 太特殊了 好 我們先關掉 那拆破關就是點這個 板機就好了 好 然後再應用程式資料庫 好 我們可以看 這些是目前我已經宰過了 使用過的 軟體 好 那像 一個色VR 就還蠻有趣的 那這裡我們就真的可以 透過 這種方式去看 一些360的 風景 好像現在 有趣的部分 是我們可以去找一下 它到底是從哪裡去拍的 就是它從 它用什麼樣的 設備去拍的 那像這個應該是 通過那個 飛機上的360 攝影機 就是有一種是把飛機 加在這種樣子 然後這個是360 有 OK 好像之前有帶 就是 學生的 上課影片 好像 我現在上課影片 我全部都是以360 的方式 在做紀錄 因為 這樣子的話 可以很明確的 讓同學們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 這個 就是看到 他們 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今天如果同學沒來 那他也可以 更有臨場感的 去知道說 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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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士長怎樣啊 老師怎樣啊 互動怎樣啊 那其實我們像 我們在課堂上 專課的時候 會很 主動同學們 和老師之間互動的時候 也是用動作出來看 都是一個 蠻有趣的體驗 OK 然後要離開的話 就是按一下旁邊的這個 按鍵 然後就可以按退出了 好 這是用 他的VR的軟體 可以看到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再看其他的 那 剛剛還有說 我剛剛說過 就是 蠻無用的 蠻無用的 然後 他的瀏覽器 是這個browser 好 不自己說了 OK 那我們就進去 所以 說到說裡面呢 會 像我現在 有移動它來 簡單的 會像 我學上面的東西 那 這邊有 SketchFab SketchFab 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自己 塞進物件 裝上去的一個頁面 那 它每個有趣的地方 是它有一個 力量效果 那像這個是我自己 畫自己的家 因為 19年的時候 有幫我家裡做三星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 就畫了 畫這個字 好 好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用 Vue in VR 那我們就可以實際上 走進來 那 修改位置的話 我們是用那個 Trigger去點的 OK 這樣點 就可以去了 更改 我們現在 看到的位置 OK 好 那如果不要的話 就一樣 按一下旁邊的這個按鍵 就可以退出 OK 那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 上網去搜尋東西 好像是我們常用的 Google 可以進去 但 在搜尋東西上 有一個 不太便利的地方 其實它目前 沒有中文 那搜尋的話 就是全部以英文了 其實它目前 這個部分 還是沒有實力好 我是覺得我會比較可惜 好 那今天如果 這個網頁要保留 然後你就要在左小就好了 我基本上是沒有 就把它轉起來了 嗯 目前我自己 自己覺得啦 它比較像是一個 程式的 就是可以讓我們 比較 我覺得 就在這個設備裡面 可以做到 做到的事情 那其他 比方說 像我們要拍一個 實際的物體 然後可能要拿在手上 那 對於學生來說 幫助可能就不大 但有的尺寸呢 那些人 它一定要一個實際的物體 像我自己 可以教三星會主啊 等等 那 藝術創作 當然是有 效的有幫助的 它有非常多亂聽 可以協助 但是要精確的東西 目前 我現在還在嘗試 在了解 但是我們在使用上 我自己覺得啦 它還是 比較像是一個 體驗性的 設備 它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 有更好的體驗 可是 總共用這個東西 去創造一些 嗯 至少在我的領域 來說 它 沒有太大的體驗 嗯 這個時候 可能還要再 再去理解 再去 了解 那如果 嗯 有其他需要我測試的話 嗯 也可以提出 好 那 或是會把這個 像這些軟體啊 它們知道怎麼在這上面使用 會再做 其他介紹 好 好的 你們 我們 到我們 到我們